我们教会以前都有做过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父母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弟兄姊妹 然后去买一些小礼物放在这个鞋盒里面 那这个鞋盒呢我们会专门的送到这个机构 然后之后呢会在圣诞节之前派送到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孩子 那有可能是中国的小朋友 也有可能是其他非洲的或者是我们亚洲的一些国家 那这个盒子呢里面的就是东西装的是什么呢 也可以是盲碌玩具 比如说是一些玩具之类的 那也可以是一些吃的 吃的呢我们建立的只有是硬糖 只有硬糖 这是我们教会的 对吃的就只有硬糖 因为在那个飞行的过程中呢 我们是怕其他的食物会腐败或者是融化掉 那如果您想放吃的那就是只有硬糖 第三种呢就是说一些文具 因为他们很多小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去买到新的文具 他们上学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用到像我们在这边用到这么漂亮的铅底橡皮 那我们可以买一些这样的文具送给他们 那如果您有这样的感动的话麻烦您拿一个这个单张 这个里面的是什么呢 上面有两个label 一个是小男生的是绿色的 一个是送给女孩子的是红色的 那绿色的是你又可以选择那个年龄段 就比如说我想送给的是两到四岁小朋友的 那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玩具 或者是蜡笔 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办法用那个签笔去写字 那您也可以选择五到九岁 比如说现在是上Elementary School 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是需要一些文具上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那还有就是再大一点 就是十到十四岁的小朋友 那您也可以买一些比如说那个笔记本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放在里面可以来让他们来使用 那如果您买铅底的话 就是我比较建议您再给买一个小的那种铅底刀 这样的话他们用的时候可以消那个铅底 不然他们有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他们我们平时可能看到 哦这个铅底我们就直接可以有很多自动的铅底刀什么的 可是他们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见过 那玩具的话我们这些所有的东西呢 我们是需要是新的 不是说我用了好多好多年 我觉得反正我不想要了 那我就丢给这个小朋友 我觉得您也可以亲自的体会到 就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 您的孩子或者是您自己 是不是特别的想要一份礼物 可是这个礼物如果是 是一个新的东西 您会很开心 那如果是一个有很多很多人用过的东西 那您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小疙瘩 那就希望说这些东西都是新的 那也真的是 我们不是说需要您买好多好多好多 可是最好呢 就是说这个鞋盒可以装满 那装满的程度是什么呢 不是说我要买200支铅底 把这个盒子装的满满满满满的 那就是要看您的心意 就是看您是觉得说多少是够 还有就是说这个盒子呢 我们也更建议说 您可以去那个九毛九遍是吧 就是买那个整理箱的那种塑料的盒子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那个盒子可以再继续的使用 不至于说他们拿到那个鞋盒之后 就把那个鞋盒丢弃了 他们那个整理箱呢 也可以继续的使用作为他们一个储藏物品 这样的话其实也蛮有纪念意义的 那您呢也 如果愿意的话 您可以在里面写一个小卡片 用英文来写小卡片 那写一些比如说神的话语啊都可以 或者是圣诞祝福 如果您 我之前是没写过 不过好像有很多人有写 那那个还有就是说这个信封 对不起啊 我要讲一下这个label 这个label就是说您的盒子选的是什么 给多大小朋友 然后您就把这个剪下来 贴到那个盒子上 贴到那个盒子的上面 或者是侧面 让我们知道它是送给多大的小朋友 或者是男孩还是女孩 然后呢 这个下面就是有一个信封 这个信封呢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这样撕下来 折一下就可以撕下来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是需要 是有七块钱的油费 这个费用呢就是说 您可以用现金放在里面 或者是您写一个支票 然后之后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填上去 他们这个机构会到时候给您发一个email 是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也 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们也更也很提倡 就是说让父母带领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选购 那大家 他们也可以去给你一些意见 比如说他们更希望 他们送给同龄的小朋友 或者大哥哥大姐姐们 一些什么样的圣诞的礼物 那也希望 有感动的鸡兄姐妹们 然后拿到这个之后 可以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 还可以过来问我 或者问项目师这种学籍 不要那样子一样